打開臉書搜尋RISU一整列的社團 名稱幾乎都跟女性有關 裡頭疑似有大量的偷拍照片或影片 而且不只社團數量多 成員更是從數千人到上萬人不等 據了解這些RISU相關名稱的社團 成員通常會透過短網址轉換 上傳女性私密影像 不只平台管理員難以審查 這些短網址一連出去 恐怕手機電腦先遭殃 一些原來的網址就會被秘密起來 ID弄到國外去的話 其實它也不容易調查 利用大家對這個內容有興趣 就是在看的過程中 你就會必須要停被置入木馬 怪人隱私的心態 可能成為木馬病毒溫床 有網友發起抵制RISU運動 不過反倒讓有心人士刻意去搜尋 導致這些社團人數快速增加 一天內就多了約一萬人 偷拍案件層出不窮 萬一民眾發現自己被不明人士 偷拍散步 衛福部成立信影像處理中心 提供被害人求助管道 只不過實際點看申訴見面 需要留下一堆個資 其中包含姓名 地址 甚至散佈人與被害人關係 是不是有一些其他的替代作師 包括被害人可以到警察局 這個性侵害防治中心 那他們可以代替被害人 來做這個影像的一個申請移除下架 叫爭議的案件 我們會留在 裂害關係人會議裡頭 大家做一些討論 衛福部保護司強調 即使照片或影片 無法足以辨識身份 但基於信任原則 一樣會先要求平台下架 防止持續散佈 讓被害人及早逃離 恐懼陰影 就王智雯 陳冠宇台北報導 我是方彥迪 主播工作讓我學習 傾聽所有人的意見 也要保留自己的判斷 也許我們無法踏遍所有土地 但能從新聞裡 看盡每一道風景 我是方彥迪 請您鎖定中式YouTube頻道 記得要按讚 訂閱 分享 開啟小鈴鐺喔